去年下半年我们是第一次看到金融海啸以来 全球经济第一次同步复苏 就是原来比较弱的欧元区跟日本 也看到复苏的迹象 想不到差不多半年后 今年以来看起来 欧元区又比预期的慢了一点 美国的经济成长相对于欧元区与日本又转强 这个因素当然会改变市场的预期 也改变联准会的货币政策的速度 所以最后表现出来就是美元在持续走强 你看这一波走强从88.5这样一路攻到93 好像没有什么回答很强 那原因在这里 那这个东西马上有一个效应 美元持续转强马上造成新兴市场货币走贬值 新兴市场会有资金流出 不止台湾 你看台湾现在外资卖台股 把钱汇走所以台币也贬值 有一个地方很重要就是香港 那这个原因是因为利差 香港也是因为升息速度跟不上美国 所以它跟美国的利率之间有一个利差 那一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在台湾 因为台湾的升息速度相对慢 所以会形成台湾跟美国的利差 那这些外资当然会把钱汇回来 但是联准会的货币政策正常化 其实是在对新兴市场抽赢跟 把之前放出去的钱抽回来 所以迟早会表现在大陆这边 包括它的泡沫是不是会动摇 会破掉或干嘛 美元的走低对跨国企业的财报 是加分的 会刺激这些跨国企业的财报变得更好看 所以估计美国再加上美国的基本面是好的 联准会对美国经济成长的预测 预测估计是上修的 所以美国的基本面撑住的结果 货币紧缩不见得会造成股市下跌 因为企业可能从基本面的转好 变成看到好的营收跟获利 所以一面升息股价可能会震荡走高 投资新手一定要破除一个观念 就是你的账户的赚或赔 不是看你的胜率 不是看你的看对多少次 比如说你做十个判断 对七次错三次 但是你对的时候你只赚小 你赔的时候你是赔大 那就完蛋了 你很容易去高估胜率的这个重要性 以为这个判断的对很重要 其实不是 是你对的时候你是不是赚大 你赔的时候是不是赔小 所以第二点 你如何避免赔的时候赔大 只要赔大砍掉对不对 你的赔小跟你的赚小去抵消 你最后你的账户可能 你的户头里面可能上不五十来一个赚大 对不对 你就可以累积这个获利 所以重点是一定要重视停损 所以第三件事情 在从交易心理学或行为财务学上 就会发现 人性太难做到这一点 赔大的时候砍不下去 停损停不下去 所以新手一定要练的一个功夫 就是纪律跟耐心 要求自己遵守事前操作的纪律 而且要有耐心 就是讯号出现的时候才出手 不要急于出手 纪律跟耐心是你投资人在早期阶段最需要去练的功夫 培养的这个品质 资深投资人在投资上容易换的一些误区 我讲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容易去低估市场的随机性 英文叫做randomness 相信过去的形态可以来预告未来的走势 因为市场有很多新的因素 甚至于是结构因素 或者突发事件要反映 过去的形态未必能够预告将来的走势 就是低估了市场的随机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叫做过度自信 就是相信过去的成功 可以预告未来的迹象 过去操作有效的操作模型 以为将来还可以继续有效 第三个呢 就是过度的使用杠杆 这是所有自身投资人最难抗拒的诱惑 就是说你使用杠杆的结果就是 你赚的时候会赚大放大 你赔的时候会赔大也被放大 自身投资人最容易出现的三个误区 低估了市场的随机性 以为过去的形态可以套用到 来预告未来走势 第二个呢 过度自信 以为过去成功的那个操作模式 以后还继续管用 第三个呢 过度使用杠杆 然后呢 措手不及来不及做停水